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文 我是居住在犹他州沿湖城的地产经济 今天带大家去Highland这个城市 拍一套超现代的独立豪宅 那么这套房子呢 它不管从外观的设计来好 里面的用料,结构来好 都是非常烤旧,非常的现代摩登的 我看的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不觉得大家觉得这套房子如何 然后跟着我的这个镜头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套房子 今天给大家拍的这套房子呢 它是超级豪宅了 那么它呢是在我们犹他州的 Youtah County,犹他县 在Highland这城市 这城市呢就在泥海的旁边 姐妹城市 那这套房子一共占地呢 是0.62个acre 0.62个英亩 那么室内面积8686尺 一共是五房四位 地下室呢完成了40% 还有60%呢 有待遇自己去开发 那给大家看看这小区的环境 这里的房子都是百万几以上的豪宅了 山景非常的漂亮 这样子的 那这个房子这个地段呢 地理位置也非常方便 离I15呢过去就差不多10分钟之内能够到 然后去附近的滑雪点呢 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吧 我们看是这样子 在左手边呢是Driveway停车的地方 目测可以停 6到7辆车 那它的这门的入口处呢 是在我的右手边 今天呢它这边有open house 给大家拍一下 这套房子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非常值得 不管它是里面的装修风格也好 以及它的占地也好 它location 它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品质来说 如果你有实力的话 这套房子是非常值得入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门口 就是它都是它的这个yard frontyard很大 然后这套房子呢 它的地税是非常低的 5000美金左右是去年的啊 今年的话涨的话也不会有这个多少 然后我们这边进来了 这里也是它的一块草坪 前面正前方就是院子了 稍后看 那这里呢就是它的入口处 那它这个屋主呢是一个designer 这套房子呢是他自己设计打造的 近于2013年 我们进去看一下这套豪宅 对了这套豪宅呢是250万挂牌价 这样子的全部整套房子 很通透全部用的这种大玻璃的 非常通透 这里呢就是入口处 入口处的正门 好进来了 这是一个出口的一个entrance 一个像一个玄关一样的 几方 那这里呢 是一个 其实可以作为一个白酒卧室 那它这边呢是作为一个office使用 它这边完全是白酒 因为这里有一个 很贵的 有closet 你自己可以里面衣柜再生一下 急弄一下 这是一个一楼的老人房 可以作为老人房 采光非常好 地上都是用这种地板 然后这里呢是 石砖 这里就是family room了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厅 看一下这里 这里看一下 然后它这个厅的 大家看是不是很舒服 很通透的感觉 它这个顶是非常高的 有12尺高 这一块12尺 那那边饭厅那边厨房呢 是10尺高 这里12尺 那它这里呢还做了一个火炉 真正的火炉 有火焰的那种火炉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样子 非常漂亮 然后它这个门呢 落地玻璃门 它是可以一直推推推 它这边打开一半 一直推推推 一直推到内堵墙 一直推到里面去 是这样子 一直推 然后这个窗帘是电动的 全自动窗帘 高科技 那我现在出去给大家看 它这个院子 这样子 这里呢 是一块是水泥地 那这里就是 BBQ的 烤BBQ的这个 烤鸡烤箱 然后呢 这里门呢 是可以里面出来的 两边都通透的门 到侧院 然后这里呢 就是这样一个走道 这边是一个桑拿池 我们看它这边 做了一个deck 院子里的一个 当中做个deck 很可爱的一个deck 你这边上面可以 种一些葡萄藤啊 丝瓜藤这样子的 也是夏天非常阴凉的 感觉 这都是你家的院子 都是院子 很大的一个lot 给大家看见 这个房子的背面 超现代的 超现代 超现代的豪宅 两百多万 价位的豪宅 我觉得两百多万 能买到这样套房子 是非常的 非常不错 大家看一下这边 这里呢 它种了一些树 当然 以后可以自己 种一些果树啊 然后 这里呢 就是 自己的 怎么说呢 种菜的地方 种瓜 种菜的地方啊 这样子 一个很大的 然后这个院子超大 我们看这边 这边是 这个棚是停车的停车位 它呢 下面是地下室呢 做了一个两房 一厅的一个 apartment的公寓房 它是这边可以做 RMBNB允许的 然后我听说 原来这个屋主呢 它在RMBNB呢 每年80%的客满率 还是相当不错 收益非常不错 一个月可以租到 三四千吧 四千左右 RMBNB这样子 当然 一会儿给大家下去看看 它下面的构造 然后下面的话呢 还有一些没有完工的 到时候完工好以后啊 可以分开来 是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 这边就是它的 这边 车库的这个正门啊 正门到房子里来 那这里呢 就是三个车的车库的位置 车库超大 那么里面 driveway呢 也可以停很多 这边driveway呢 可以停两辆车 RMBNB的人停 这旁边呢 也是非常有私逆性的围栏 铁围栏都给你围好 就这样子 这个楼梯呢 就是去楼下RMBNB 楼下公寓房的位置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还是 回到屋内继续拍 我们看这个景色 这个view真的是无敌啦 到冬天的话 这个雪山的view 最近的滑雪地方 是半个多小时 如果人家去park city的话 稍微远点 估计路程在一个小时左右吧 中国超市买菜的话呢 差不多路程也是在 二十多分钟 差不多了 这样子 看一下 那它一楼呢 就是一个房间 一楼有2900多尺 3000尺的一个房间 一个卫生间 然后这里就是 餐厅的区域 地上用的那种 怎么说 这像瓷砖一样的地板吧 很容易打理 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 大家看这个 这一面 大家看很宽的一个厅 然后这边就是 去二楼 这都是木地板 然后我们看 这边是客厅 这边是厨房 说错了 就是都是大的玻璃 厨房 导台 非常漂亮的 简洁 干净 用的是电磁炉的 用电的 上面是一个拖排油烟机 这里呢 是上面一个微博楼 下面是烤箱 看一下冰箱在哪里 冰箱应该是这个了 building的 对 这个就是大冰箱了 这样子 好 里面就是食物储藏 今天超大 超级大 架子很多 还有一些这个柜子 给你都放满了 这样子 我们看这个墙的都是有玻璃的 非常通透 再往这边走 再往这边走呢 在我右手边呢 是一楼的洗衣房 洗房的位置 这样子 洗房 然后这左右手呢 都是玻璃门 在我右手的玻璃门呢 可以通往这个后院 刚刚给大家拍了 后院的这个出去 然后呢 左手边呢 左手边呢 就是前面开门进来啊 抽裤的位置 右手边抽裤的位置 那这个门呢 也可以进来 然后呢 这边就是一楼的 全卫生间的位置 马桶 洗手池 然后呢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浴缸 Shower 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他车库吧 他的三个车库室里的车库都是 超大 超级深的 大家看一下 是超级 深的车库 你可以停非常大的车子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房子外面也有Drive 也可以停这种大的车子 好 我们先去二楼看一下 二楼呢 它有两个房间 两个都是套间 就是二楼的话呢 它就是说 loft呢 就比较小了 几乎没有loft 它就是一个 看这个木地板 石木地板 然后这个楼面呢 就用的是石木地板了 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什么 红木地板 上来了 上来呢 这是个走道 那在我左手边呢 是一个套间 房子也都超大的 超大 它做的这种衣柜 超大的一个bedroom 然后里面呢 有个套间 卫生间 也超大 台盆 马桶 超大的这个淋浴房 我们去另外一间看一下 这间呢是客卧 另外一间呢是主卧 然后这二楼呢 就没有什么loft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 这样子一个 可以放个大人沙发 小的空间 看这上面应该是储物件 机房 这就是二楼的主卧了 非常漂亮 从这个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街景 山景 然后我们看这边的街景 真的是风景无敌了 游他州呢 前阵子下了点雪 然后我们看 已经可以看到山上最高的地方 有点雪了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 下个月 月底啊 下个月份 更多的雪的话 就非常漂亮 一眼看去就是 满 满眼的就是雪山 然后这边呢 现在秋天了嘛 很好看 树木都是五颜六色的 里面就是主卫了 这个主卫超大 超大 比有的主卫都大 超级大 是这样子 这就是马桶 然后呢 这是两个台的 双台盆 这里面是一个超大的浴缸 浴缸 这样子 然后呢 非常通透的这个 淋浴房 里面就是主卫的衣帽间 它是这样构造的 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这样子 当然你就衣帽间不满意的话 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加些柜子 外面再定制一下也是可以 这套房子建于2013年 虽然是八年九 但是感觉还是非常的 呃 时尚 不管它的 里面用的这些灯饰也好啊 然后 卫生间的装修都非常时尚的 那这就是二楼的格局 呃 两个大套间 我们现在去地下室给大家看一下 250万美金啊 真的不贵 是不是 真的性价比超高 好地下室在这个位置 楼梯也是超级宽 可以两个人并排走了 好 我们看这个门 啊 这个呢 就是地下室左储边啊 它可以 做的这个 隔断 那它那边呢 可以做一个bedroom 一个bedroom 一个套间 卫生间 啊 那这边就是卫生间 里面就是bedroom 那这里呢 也是一个套间啊 也是个套间 呃 前面listic agent说 这边可以做一个香拿房 看你自己 到时候有没有需求 做一个香拿房 也是非常 感觉高档的感觉 好 再往这边走 这边呢 还可以再做一个卧室 哦 这样子 那么这里呢 就是底下的二房 哦 这对了 这是一个储藏间 这就下面一个公寓的 可以做RMB&B了 租金每月可达4000美金左右 或以上 那我们看一下 有精装收的 这是个全卫生间 领域码头 台盆 那在我右手边呢 是一个 第一个卧室 在旁边呢 是第二个卧室 然后呢 这边就是洗衣房 这下面看一下 这是机房 然后这就是餐厅 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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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厅 以及客厅的位置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边出去呢 就是walk out basement 就可以走出去的 这走出去呢 就是 我们看 前面就是去楼上 大家还记得吗 去楼上那个 后面 停车的地方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停车的地方 这样子 就它的这个院子 所以这套房子绝对的 如果您有实力的话 我觉得绝对应该拿下来 绝对是一套豪宅 而且这套豪宅的地理位置 相当不错 它是门口两分钟的话 有local的这个goesery neighborhood就是社区的超市 然后呢 银行 以及药店 学校 配备 因应计权 平时屋主呢 住的时候呢 这这座门是锁起来 然后这边会有装摄像头 那么有什么动静 他都能看到 锁起来 那么LMB病的人呢 就走刚刚那个楼梯 车子停外面 走那个楼梯下来了 就跟这个屋主啊 就不会有 不影响 生活上就是互不打扰 我们现在回到一楼区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那么如果你有实力的话呢 我觉得这套房子 还是非常值得入的一套 这套房子在豪宅当中呢 价格也不算特别高 也就250万美金 也是价格非常便宜的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有关于这套房子和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如果喜欢的话呢 就抓紧我们makeoffer 如果您在沿湖城有 职业需求的话呢 欢迎与我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拜拜